我们介绍免疫球蛋白同种异形 介绍它的同种异形的定义 免疫球蛋白的分子结构 以及它的免疫学性质 免疫球蛋白的生物学功能 免疫球蛋白呢 同种异形可以分为不同的类 亚类 形和亚形 它的命名呢 包括了一标记名 根据抗原决定组所在位置 位于IgG1 IgG2 IgG3 IgA IgE 以及喀巴侵略上的同种异形遗传标记 以符号表示为 G1M G2M G3M AM EM和KM 对抗原的命名 同一个体的IgG 可有数种因子同时出现的时候 写表现时应该按照IgG亚类的顺序 在后面的阔复类依次排列 对表现形 同一压力上的抗原之间 用斗号隔开 不同压力上的抗原 用分号隔开 顺序由1到3压类 例如 GM 1 3 封号5 GM 123 封号5 21 那么 123这三种抗原 表示位于同一压力上 123和521 表示他们位于不同的压力上 第四 金型或者是单背型的表示 以标记名加上基因 在注照上标 比如单背型GM1 逗号3 封号5 那么 1- 表示GM1 3 封号5 GM1 1- GM1 2 21 这也是单背型的表示方法 表示 表10-12 中国汉族人群GM表型和可能的均形 GM1 那么它的可能均形是GM1 GM1 那么GM1 2 分号21 它可能的均形是GM1 分号21 斜杠GM1 2 分号21 也有可能是GM1 斜杠GM1 2 分号21 也有可能是GM1 逗号2 分号21 斜杠GM1 逗号2 分号21 那如果这个个体检测出这种抗原的表型 它只能是这三种可能基形当中的异种 但是呢 这三种基形呢 在群体里面有可能存在 比如说在群体里面检测出 有1 2 21这种表型的个体当中 有这三种基形的可能性 比如说GM1 3 分号5 21 它的可能的基形呢 是GM1 2 3 分号5 斜杠GM1 分号21 免疫球蛋白同种异性的遗传 在重链或轻链的同一位置上 氨基酸不同的同种异性 它是由常染色体贡险性遗传 例如GEM3和GEM17 KM1和KM3 等位排斥现象 虽然杂核子的两个等位基因 它可以同时表达 但任何一个免疫球蛋白的分子呢 只有一种同种异性 因为一个B细胞只能表达一种等位基因 这种现象称为等位基因排斥现象 二 不同位置上氨基酸有差别的同种异性 可出现在同一个免疫球蛋白分子上 例如GEM1和GEM17 同种异性 同种异性遗传标记 常常以单背型的形式 从氢代传给子代 那么这个是表示的一个同种异性 为GEM117的单背型的个体 在同一重链上 具有两种同种异性抗原决定组 那么在一个重链上 具有在GEM1和GEM17 同种异性受两个相互独立的 连锁基因群控制 那么一个连锁基因群 基因控制重链标记的GM AM和EM 另外一个连锁群的基因 决定卡巴型轻链上的 KM遗传标记 所以在同一条染色体上 它也是以单背型 连锁的方式遗传 GM系统 它也是常染色体 贡献性遗传 GM系统 决定IGG1同种异性的 四个主要等位基因 是GEM1-17 GEM1-2-17 GM13和GM3 在IGG2有G2M23加和G2M23减两个等位基因 在IGG3上有大量的同种异性 表10-3表示的是GM3同种异性 在γ链的FC段上的分布 那么左侧这一列呢 是表示的是等位基因 那么这个上面 这个CH2表示在恒定区的 重量的恒定区2的部位 重量的恒定区3的部位 那么它的因子呢 有比较多 就这些 那么对AM系统 IGG A2亚型上的两个同种异性 A2-M1和A2-M2 受控于一对等位基因 A2-M1和A2-M2 A2-M2在所有的人群当中都存在 那么应该它是没有多态的 对EM系统 EME是在IGE上 IGE上检出的第一个遗传标记 对KM系统 KM系统的等位基因 有KM1 KM1 2 和KM3 三个 其中KM1 KM有三个因子 KM1 KM2 KM3 那KM1和KM3呢 为等位基因产物 多数的群体遗传学调查 只使用了抗KM1的抗血氢 所以通常的KM1的基因评论 实际上为KM1与KM2的总和 对重链标记的GM 在同一条染色体上组成连锁群 常以单背形的形式遗传 免疫球蛋白同种异形的遗传学调查结果 这是常见的GM、AM、EM的单背形 在欧洲人群 GEM是1、17 G2M是21 A2M是1 EM是加 在非洲人群 GEM是1和17 G2M是阴性 G3M是5、15和6 A2M是1和2 那么EM也有加也有减 澳大利亚土著人 GEM是1、17 G2M是23减 G3M是5 A2M是1、2 那么EM是没检测出来 表示杠15 世界部分群体的GM单背形的频率 那么左侧这一列表示的是不同的群体 那么这个是表示的不同的单背形 中间这些数字来表示他们的基因频率 单背形的频率 在中国的北方 3分号5、13和14这种单背形 在中国南方和北方都是没有检测出来的 那么1、17分号21这种单背形 在中国南方是0.153 在中国北方是0.404 那么这个应该是统计学上有显著性的差异 那么在1、2、17、21这种单背形 在中国南方是0.06 在北方是0.153 在1分号3、5、13和14这种单背形 在中国南方是0.737 而中国北方是0.356 所以它的均频率在中国南北方之间 单背形的频率是差异比较大的 那么在日本人呢 检测出了1、17分号21这种单背形的频率 跟中国北方人群相似是0.470 在1、2、17和21这种单背形 在日本人是0.175的频率 但是在1分号3、5、13和14这种单背形 日本人呢 日本人呢 它的单背形频率是0.078 和中国北方0.356 以及中国南方0.737比较差异是非常显著的 但在1分号13这种单背形 日本是0.276 那么比中国南方和北方人群呢 就增加了几倍它的频率 那么在南非、钢比亚和肯尼亚这些地方 主要是黑人聚集的地方 他们检测到了3分号5、13、14的单背形 它的频率是0.024 那么在1、17分号21这个单背形呢 在黑人应该是频率在0.001到0.10之间 那么在1、2、17、21这种单背形 它的频率呢 在黑人当中应该是比较低的 其中钢比亚和南非是没有检测出 而在肯尼亚是0.007% 那么在1分号17和13这种单背形呢 在南非是0.254 而在钢比亚和肯尼亚是0.035到0.08之间 那么其中呢 1、17分号5、13、14这种单背形呢 在钢比亚是接近0.8 在肯尼亚也是接近0.8的 这个频率非常高 而在南非呢是0.42 就是世界部分群体呢 这个GM单背形的频率是存在种族差异的 那这个表10-16 反映中国部分地区KM1经频率 那么左侧这一列呢 表示的不同的地区 那么这也是中间是表示调查人数 右边呢是指的KM1的经频率 那么调查了哈尔滨 西安 石家庄 长春 大连 济南 乐阳 上海南昌 长沙和成都这几个地方 其中呢 洛阳以上呢 基本上都应该是中国北方地区 上海呢应该是在华东地区 成都呢应该是整个西南地区 他调查的人数呢 是从159个人到 调查的人数是104个人到235个人不等 那么KM的经频率呢 最低的应该是西安 他调查了159个人 经频率是0.2775 经频率最高的应该是乐阳 他调查了149个人 频率为0.4646 其余地区都位于0.2775到0.4646之间 免疫球蛋白同种异形的检测方法 以及法医学的评价 同种异形抗原的抗体 可以检测出不同的同种异形的遗传标记 那免疫球蛋白同种异形 它的遗传标记的分型 一般可以采用血灵抑制试验 每年免疫试炼 以及胶体精免疫承袭技术 或者是PCR扩增的方法 第一 红细胞被动灵机抑制试验 那么检测 以检测GME因子为例 那么这个是一个低阳性的红细胞 低阳性的红细胞 它加上一个抗D的抗体 那么这个抗D的抗体呢 就是GME的 那个因子 加上以后呢 抗原和抗体是不是要形成一个 符合物啊 使红细胞致命 那么在受减血清 与抗GME这种血清作用 如果是GME因性的血清的话 它不能和抗GME结合 不能发生作用 这个时候我们加上 致命的红细胞 由于这个抗GME的血清还存在 它就可以使致命的红细胞 发生零级反应 那么这个时候呢 检测结果为GEM的阴性 所以叫零级抑制试验 那么如果这个GEM阳性的血清 它加入抗GME的抗体后呢 抗原和抗体就要发生结合 形成抗原抗体符合物 抗GEM血清呢 要被中和 这个时候抗血清被中和掉 你再加入致命的红细胞 那红细胞呢 就不能发生凝结 那么这个时候呢 是GEM的阳性结果 那么对GEM的抗血清的得到 通常呢 都是采集多次妊娠的妇女的血液 或者是采集受购输血治疗的人 或者是有内风食性 关节炎的患者 从他们的血清当中 可以分离出一些抗同种异性的抗血清 那么得到这个抗血清以后呢 可以采用红细胞被动 宁静意识事件来进行检测 那么这个主要是检测它的血清的表型 那么第二种方法可以用 梅连免疫意志法 或者又称为 ELISA一法 那么以检测 G2M23因子为例 将带检测的血清 先与G2M23 这种单克隆抗体 来作用 再用ELISA法进行检测 如果带测血清中 含有与抗G2M23的 单克隆抗体相应的抗原的话 那么则抗原 可以抑制相应的抗体 那么ELISA实验结果 就是阴性 那为ELISA的阳性反应 反之 若带测的血清当中 没有含有G2M23的 单克隆抗体 那么这个时候 没有相应的抗原 与单克隆抗体进行反应 那么这个时候 为ELISA结果的阳性 就证明ELISA A实验结果 为阴性反应 那么 那么还有 免疫球蛋白同种疫情 可以用DNA的方法进行检测 直接检测它的基因 所以免疫球蛋白的同种疫情 以GM及KM的系统的 个人识别几率 以及非复排出概率 高于其他蛋白质的遗传标记 所以GM及KM可以用于个人识别 或者是亲自鉴定 在法医品上 有一定的应用价值 所以免疫球蛋白同种疫情 我们就介绍这些 希望大家掌握 免疫球蛋白同种疫情的定义 它的分子结构 以及它的生物学功能 它的免疫球蛋白同种疫情的类 亚类型和亚型的定义 免疫球蛋白的命名 以它的遗传 简单的了解一下 它的分型方法 除了上述三种 具有代表性的血清型外 我们再介绍 α1抗移蛋白酶 简称α1AT 或者又称为 蛋白酶抑制物 简称PI 那么这个蛋白酶抑制物 PI 也是一种血清型 它的生化性质 与生物学功能 它也是在肝脏合成 等电点是4.2到4.8 跟那个积碎是差不多的 它的功能 蛋白酶抑制物之间 它是保持平衡的 它可以保护 组织免疫蛋白水减酶的分解 如果在感染的时候 蛋白酶抑制物增加 它可以抑制参与炎症反应的一些酶 它的分子结构 主要是糖蛋白 含糖量大约是13% 遗传以及遗传多态性 蛋白酶抑制物的 它的基因定位在14号染色体的常备 三区一带到三区二带 蛋白酶抑制物为负等位金 共显性遗传 它的等位金有M1 M2和M3 总共三个 它的基因型和表现型分别为M1 M2和M3 以及M1 M2 M1 M3 和M2 M3 六种 图10-21是 聚品线 灵胶 等电聚焦 蛋白酶抑制物的分析模式图 上方是阳脊 下方是阴脊 那么M1是最靠近阳脊的一条带 那么M2是最靠近阴脊的一条带 M3是位于M1和M2之间 所以这个是M1的存核子 M1 M2的杂核子 M3 M1的杂核子 M2的存核子 M2 M3的杂核子 以及M3的存核子 它的群体预算核分布 它的基因频率是M1的频率是最高的 其次是M2 M3的频率来相对要低得多 它的分型方法 主要用酸性淀粉 凝胶来分它的普通型 如果是亚型的话 主要是用等电计较的方法 那么这种蛋白酶抑制物 由于它的M1的频率非常高 所以在法医学应用上 有一定的限制 另外一种血清性叫转铁蛋白 TF简称 transfolate 那么这种转铁蛋白 TF它的生物化学性质 以及它的生物学功能 那么这些蛋白都是由肝脏合成 它的功能 这个转铁蛋白可以运输铁 那么这个铁从肠道吸收 并且储存在肝脏里面 转铁蛋白可以从 将铁从肠道及肝 运输到利用铁的骨髓 那么骨髓是合成 那个生成血的地方 那么以合成血红蛋白 转铁蛋白呢 同时还参与了新的吸收与转运 它具有抗感染的能力 它的分子结构 也属于糖蛋白 含糖量大约是6% 由一条多态链组成 多态链含有679个氨基酸 分子量为79,570个道尔顿 转铁蛋白的等电量是5.5 遗传以及遗传多态性 转铁蛋白的基因 定位于3号染色体常备的 二区1代到二区6代 也属于常染色体贡献性遗传 它的普通型有三个等位基因 有TFB、TFC和TFD三种 而TFC的频率是最高的 TFB和TFD的变异性比较多 它的频率也比较低 未达到多态 就是它的等位基因频率 没有达到1% 我们认为它是一种变异性 那么这个图10-22表示的是 具体性先要零交 等电聚交 TF的分析模式图 那么下方是阴极 上方是阳极 TFC带是位于 是位于硬极和阳极之间的一个中间的带 那么这个CD带 就是 那么这个C带 这个是D带 那么这个是C带 这个是B带 由于B和D的频率非常低 所以一般呢 我们不能没有 就是很少能够检测到它的存核子 TF的亚型 它的基因呢 也是定位在3号软次体的常备 也属于贡献性遗传 那么TF的亚型呢 它主要是由TFC基因的亚型组成 包括TFC1 TFC2和TFC3 那么这个C3的频率非常低 可能也没有达到遗传多态 那么这个C3呢 也有非常多的变形 常见的基因型呢 有C1的存核子 C2的存核子 以及C21的杂核子 图10-23 是具比器线 菱胶等电聚焦 电勇 分析 转铁蛋白 分析的模式图 下方是阴极 上方阳极 C1 这是C1的带 那么这是C21 这是2的存核子 这是C的31 那么C3呢 也是位于C1和C2之间 那么这个是C1B 那么这个是C1D 那么是C2B C2D 表10-17 表示转铁蛋白 部分变形的氨基酸残疾的变化 那么多态量的位置 这个左侧 这一列 这个是氨基酸的残疾 那么这个是它的金产物 那么在227位呢 它编码的是ASP 这种氨基酸 它的金产物是TF的C 那么在652位呢 它编码是古氨酸 它的金产物是TF的B2 群体育酸学 表10-18表示的是部分群体 转铁蛋白的亚型的金频率 那么在左侧这一列表示的是 不同的群体 那么这个中间呢 是表示的不同的等位金 那么中间这部分呢 是表示的是 它的等位金频率 在德国 美国和那个 美国黑人呢 它的C1的频率都在 0.775到 0.84之间 那么在中国和日本人呢 也是0.7级 那么这个频率是非常高的 是0.7以上 那么C2呢 是在 0.1到 0.2之间 那么中国和日本人呢 是0.21到0.23 那么在 黑人和白人是 0.155到 0.163到 0.19 C3的频率是非常低的 它们都小于1% 那么其中呢 D呢 在德国和美国 是没有检测出来 而B呢 在美国 它的频率是0.008 那么在日本呢 那个D是0.008 B是0.007 都没有达到 遗传多态 那么在中国人呢 D是检出是 0.026 在广州的中国人呢 是0.027 差不多的 那么B呢 在广州群体是检出 是0.007 也没达到多态 所以转铁蛋白呢 它主要是 C的频率非常高 其中呢 亚型里面 以C1的频率为最高 其次为C2 C3呢 也属于一个变形 因为它还没有达到 群体的多态 上面呢 我们介绍了 那个血腥型的概论 以及 不同的血腥型 那么 现在我们就 介绍一下 血腥型在 我们实际的 亲子鉴定 以及 个人识别当中的应用 那么这个呢 是一个 亲子鉴定的 一个遗传标记的 检测的结构图 其中这个 康某某呢 是 被控父亲一 康某呢 是被控父亲二 尼某呢 是生母 这个康子呢 就是孩子 其中呢 这个康某某跟那个 尼某呢 是一个单位的同事 他这个 这个康某呢 是康某某的儿子 他在部队当兵 那么这个康某某呢 肯定跟 尼某呢 好像关系比较密切 然后呢 可能就 打电话 跟他儿子说 你赶快回来 我给你找了 一个女朋友 结婚 那他儿子 还是比较听话 回来就跟 那个尼某 见了面以后呢 觉得他可以 就结婚了 结婚以后 没多久了 就生下了 这个康 就新康的儿子 好 这个儿子呢 反正是由 这个康某某的妻子 就康某的母亲 在带 好 第二次 这个康某回来 贪亲以后来 好像就听到 流言蜚语 就好像你爸爸 跟这个 你的媳妇 好像关系不怎么样 不怎么震荡 他就产生了怀疑 所以他就提出 要做亲子鉴定 他来的时候呢 都没跟他爸爸 一块来 都是他妈妈 陪着他带着孩子来 然后他爸 后来来抽的血 所以我们最后 当时 这个案子检测 在80年代末 90年代初的时候 当时我们所能 用的遗传标记 有ABO血型 红细胞血型的遗传标记 有血清型 也有红细胞霉型 以及白细胞的遗传标记 当时还用了一个 DNA的检测 那么当时是用的是VNTR 就是DNA指纹 那么其中呢 ABO血型呢 这个父亲 那个康某某是O型 这个康某是A 你某是O 这个儿子 这个康子是O 所以这个ABO血型呢 就不能说明任何问题 他们两个人都不能排除 因为这个康某我们知道 不知道是 它是A的杂核子 A的杂核子 还是AO的杂核子 测了表情 那么在MN血型呢 这个康某某是M 那个AF2呢 是MN 那么这个母亲呢 是MN 这个孩子呢 是M 那么也不能排除 那么说明红细胞血型呢 它的菌个数比较少 所以它排除概率是非常低的 那么我们又检测了 基础的雅形 那么这个F1呢 是2EF F2呢 是2ES 母亲呢 是EFES 而这个孩子呢 是EF的存核子 那大家再看一下 这两个是负责关系 只要这个父亲呢 可以把这个2 传给他的儿子 对吧 那么在这个案子当中呢 那么母亲肯定是给EF 这个是他的生母是确定的 那么因为他是EF的存核子 所以他另外一个EF呢 必然从他的生父来 而这个AF2呢 是不能给他EF的 所以只有2EF的表情的 这个F1呢 可以给他EF 成为他的生父 不能排除 那么这是一个遗传标记 同时呢 我们也检测了 PI就是 那个 蛋白每一支物 那么这个父亲呢 是M1 这个 被控父亲2呢 也是M1 那么这个 母亲呢 是M1M2 那么这个孩子呢 也是M1 那么这个遗传标记呢 也不能排除 对ORM1呢 我们检测了 被控父亲1是FS 被控父亲2呢 是FS 母亲是F 孩子是FS 也不能排除 对紫媒底呢 这普通型的检测 那么F1 F2和M呢 都是21型 孩子是22型 也不能排除 对GRO 就是那个 一二全媒的检测 那么 F1呢 它是22型 那么F2呢 是21型 母亲是22型 孩子是22型 那都不能排除 那我们又检测了 PGME的雅型 其中呢 F1是1加1- F2呢 是1- 像这两个是父子的话 这个父亲可以把1- 传给他的儿子 那母亲是1加 这个孩子呢 是1加的存活子 母亲只能给他1加 对吧 那么另外一个1加的基因呢 必然从他的生父得来 F2呢 是没有1加的基因的 可以在这个遗传标记上 可以被排除 那么 那么F1呢 它有1加的基因 具备遗传这个基因 给他成为他的生父的可能 那同时我们检测了 HLA的A和B两个基因座 那么 在这个儿子呢 他的单倍型呢 从母亲那个地方得到 A12和B15 那么这个A12和B15呢 从母亲得到 他另外一个单倍型呢 肯定是A1和B7 那我们看F1呢 他的单倍型有可能是A1和B7 这种哈 那么AF2呢 他的单倍型的话 有可能是A11 B13 也有可能是A19 B16 也有可能是A11 B16和A19 B13 那都没有 那个A1和B7的抗原 所以呢 在HLA基因座呢 F2不能传给他 必须的单倍型 成为他的生父 而F1呢 具备有A1和B7的单倍型 传给这个孩子 成为他的生父 那同时啊 我们做了VNTR 就是DS80 这种DNA遗传标记 那么在 孩子呢 是1818的存核子 母亲呢 也是1818的存核子 那么母亲 母亲只能可以 传给他18 而这个 F1呢 是18和28的杂核子 那么这个F2 是22和28的杂核子 那么这个F1呢 可以传28给F2 但是呢 它也具备 有18的基因 它也可以传给 康子 成为他的生父 所以呢 我们检测了 两个红细胞血型 三个血清型 三个红细胞霉性 以及两个H2的基因座 以及两个VNTR基因座 其中呢 有GC的 GC PGME和H2A 以及DS80 这四个基因座呢 F2不能传给 康子必须的遗传基因 成为他的生父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把F2给排除了 那么这个AF1 在我们检测的遗传标记里面呢 它都可以 给他的必须金 成为他的生父 那么他的付钱指数 和非付排除概率 到底是多少呢 或者 他的 他的付钱指数和那个 相对付钱机会 到底是多少呢 我们要 经过计算 来确定 好 那么 这个呢 是案例二 案例二呢 刘某和刘某某也是一个父子关系 那么 这个 刘某 刘某呢 就是那个刘外 我们称他为刘外 他是一个包工头 当时呢 他当包工头 可能在80年代末 还是挣了一些钱 那么 他的妻子呢 是在一个事业单位工作 那么这个时候 他生了一个女儿 他爸爸就想 你还是挣了不少钱 你生个女儿 那以后不是没有儿子 竞争财产了 他就跟他 跟他的 跟那个刘外 AF2说 他这样说 我给你找个女的 让他给你生个儿子 怎么样 他想 他行嘛 你去找吧 后来这个 这个刘X呢 他就 就碰到他的一个 就抗美援朝时候的一个 就是当兵的是一个战友 就听说他的女儿啊 结了婚姻以后 一直没有孩子 他想 那不是就叫他女儿来 跟我的儿子 帮我生一个孙子 所以他就到这个 他的战友的家里面 把这个 他的女儿找到 就跟他说了 那么这个 就是这个 李瑞 就这个母亲 那么这个母亲呢 听了以后 就马上就同意了 同意了以后呢 他就跟着他呢 就先去他这个 刘母的弟弟家里面 住了一晚上 然后呢 又跟着这个刘 刘这个AF1呢 就 就到了这个 AF2的家里面 又住了几晚上 后来呢 他就一直在这个 这个AF2的那个 公地上来打工 估计呢 就是这个 刘家的这个父子 把他养起来的 后来没多久了 他就生了一个儿子 那这家人就很高兴 你看 这个希望生一个儿子 不是就生到了吗 但是呢 这个AF2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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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外呢 他有一次就去 他叔叔家里面去 去耍的时候 他叔叔告诉他 哎 说你这个儿子 到底是你的 还是你父亲的 他说我发觉 那个 你父亲好像跟那个 这个 这个 这个李瑞这个人呢 好像也有 不明不白的关系 那这个刘外想 到底是我的 还是我父亲的 他说我们还是 做个亲子鉴定 然后就把 这个 那个母亲和孩子呢 就带过来了 然后当时呢 我们那个 无名教授还没退休 在80年代末 就问他 说这个孩子 到底是谁的 这个 这个母亲呢 就笑来说说 我相信科学 你们鉴定 后来我们就检测 这些遗传标记了 发现这个 牛母和 牛X和牛Y 都不是孩子的父亲 那么在 GC GC这个遗传标记上 母亲 F1和 AF1和AF2 都是EF 而这个 牛某 牛的那个 牛L这个孩子呢 他是 21F的杂核子 那么母亲只能给他 EF 那么2 必然从他 胜负的那一段得来 而AF1和AF2呢 都不能给他 2的必须 从他胜负 那么这个遗传标记呢 就可以把 AF1和AF2都排除 那么在 PI这个 这个蛋白血清型呢 F1 AF2和 母亲呢 都是M1 但是这个孩子 有个M2基因 那么这个M2基因 是应该来自身父啊 那么 AF1和AF2 都不能给他M2 成为他的身父 那么在 这个一串标记上 也排除了 在 12全霉1 这个基因 这个红细胞霉型上啊 那么 这个 AF1 AF2和 母亲呢 都是22型 那么这个孩子 是21型 所以呢 这个1的基因呢 必然来自他的身父 那么这个 被控父亲1和 被控父亲2呢 都不能 给他1的基因 成为他的身父 那么在 DS80基因做 那么母亲呢 是给他27的基因 那么31的基因呢 必然来自身父 那么这两个父亲呢 都不能给他 必须基因成为身父 所以呢 在GC PI GLOE 和DS80 这4个基因 坐上了 AF1和AF2 都不能给 留A 这个孩子 必须的基因 成为他的身父 所以我们可以排除 后来问了 这个 这个母亲呢 实际上在当地 是结了婚的 但是她的爱人 是没有生命 所以一直没生小孩 可能正好 她就和他们生生 对了 另外一个男的 有关系了 可能刚刚怀上 这个小孩 正好刚刚怀上 她发觉她怀孕以后了 这个 这个AF1就跑来找她 说的 你帮我儿子 帮我的儿子 再生个生子 他一听 正好有人可以 为这个孩子负责 所以她当时 满口就答应了 所以建议出来了 这两个人 都不是她的身父 那么所以 由于时间的关系了 就是我们对 那个血清型的 亲子鉴定的应用呢 就是还有很多例子 实验关系 我们就不一一的列举了 今天的那个血清型的介绍 就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好